美宇來了稍微解決高雄的漢象 最新決定高雄未來兩週的週二 週三 停措施將會暫緩 東京股市連六漲 今天收在20264點 改寫15年收盤新高記錄 在亞投行資本1000億美元中 傳出中國所需股份可能降低於30% 而印度可能是第二大股東 惠普三年來裁員了5萬人 還公布三年間可能提列920億元台幣的重組分拆費用 而蘋果的下一代新機外傳不到三個月之後就要亮相了 除了可能會有雙鏡頭的設計 解析度也拉升到了1200萬的畫素 而相似一出激勵了蘋果供應鏈 其中鏡頭廠古王大力光 就在今天盤中一舉衝上了3500元 再創台股的新天價 而同樣身為蘋果上游零組件 與在台中端供應商的鄭薇 董事長郭台強則表示 雖然看好蘋果帶動 但是大陸紅色供應鏈崛起 還是對於台灣的電子電機業造成了很大壓力 而至於北市府也在今天早上邀請了大巨蛋的營造單位 遠雄建設還有四大技師公會的代表來召開停工主治會議 而這個會後決定為了整體的公共安全 大巨蛋的南區將會先行報備復工 而遠雄人員現在可以馬上進入工地來施工 只是停工才一天這個案情就直轉直下 市長柯萬哲強調政策沒有反覆的情 現在是按照市府預定的想法在進行 不過遠雄則是回應一切配合市府 最快下週一就會進場復工 將會儘速地將大敵給完成 台經八點檔星期五要帶您關心的主題是糧食危機 而這一次的糧食危機不是因為天氣 而是因為有大量的蜜蜂離奇消失所引起的 而蜜蜂之於人類的重要性就如同是一種警示燈 因為真的很多的農作物都需要他們來傳遞花粉 才能夠開花結果 因此蜜蜂對於人類來說 重要性只有排在牛跟豬之後 甚至比雞還要更加重要 但現在蜜蜂們卻生病了 而最新的奇怪現象是 美國的蜜蜂在過去一年 居然非常大量的減少了42%這麼多 而且這個數字創有史以來的第二高 更奇怪的是蜜蜂通常是冬天死亡比較多 沒有想到現在蜜蜂在夏天的死亡率 高達20%比冬天還要高 這個奇怪的現象更是史上第一次發生 而未來所有需要蜜蜂受粉的植物農產 都會受到衝擊 面對這樣的危機 美國白宮最新做出了回應 他們祭出了一個高達3400萬美元 差不多是10億元台幣的救風計劃 希望10年之內能夠降低蜜蜂15%的死亡率 而根據報導白宮計劃播出差不多是700萬畝的聯邦土地 這個700萬畝到底是多大呢 700萬畝其實比所謂奧勒岡州的土地還要大 要用來養殖蜜蜂 還有蝴蝶跟其他對受粉植物有幫助的動物 而目前美國聯邦的土地上也將來大量的繁殖這些蜜蜂 但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蜜蜂們大量的死亡呢 專家還沒有找出確切答案 但是懷疑最有可能的就是一個 所謂蜂群崩潰症候群所造成的 這個蜂群崩潰症候群呢 簡稱為叫做CCD 其實呢是在第一次發生 沒有想到呢之後在美國也發生了 CCD發生的時候呢 蜜蜂生態可以說是罕見的崩潰 在蜂巢裡頭呢 很多的攻蜂居然呢通通都飛走了 使得蜂巢裡面呢只剩下女王蜂 還有一些很小的小蜜蜂 而且呢有大量的蜜蜂 隔幾年就會神秘的失蹤 神秘的死亡 因此呢美國在2006年 把這個現象命名為CCD 而又到底是為什麼會產生 這個所謂的CCD呢 很可能是因為呢 有一些人在種植植物的時候 濫用了類米古丁的沙蟲劑 導致所謂的蜜蜂消失 因此呢歐盟在2013年的時候 停止了這種沙蟲劑的使用 而美國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始禁止 而蜜蜂集體消失的嚴重性 到底有多恐怖呢 因為據傳愛因斯坦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愛因斯坦說如果蜜蜂消失 那麼人類將會活不過4年 因為呢沒有蜜蜂沒有獸粉 就沒有植物也沒有動物 當然也就沒有人類了 而愛因斯坦到底是不是真的說過這句話 沒有辦法確認 但可以確認的數字都在這裡 我們帶你來看到數字會說話 先來看到美國農業經濟的年產值 我們看到總共高達240億元 而其中需要蜜蜂受粉的高達了150億元 佔比超過六成 而另外蜜蜂對於農業的重要性 有多麼的重用呢 全球所謂的經濟作物種類有115種 其中呢高達90種需要蜜蜂來受粉 其中呢水果蔬菜跟堅果都需要蜜蜂的幫忙 也因此呢再再都顯示出 如果沒有蜜蜂恐怕人類也很難活 而美國終於要開始救蜜蜂了 因為呢其實也事關美國的糧食危機 事關美國糧食的產量 而能夠生產多少的糧食 在國際上呢其實也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所謂的糧食權力 在國際關係當中呢這四個字 糧食權力指的是一個或者是多個國家 透過停止供給或者是呢來供給糧食 作為操縱農業也作為是一種政治手段 而目前呢全球糧食權力前四強的話呢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是加拿大 第三名是澳洲 而第四名是紐西蘭 糧食的自給率越低的話 這個國家就越有可能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威脅 我們先來看到剛剛提到的像是美國啊 澳洲加拿大 他們糧食的自給率都高達百分之一百 中國達百分之八十七 英國達百分之七十 台英國達百分之四十五 日本百分之四十一 不過要注意到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其實呢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可以說是還滿低的 而接下來我們繼續帶您關心鄰國中國的部分 它的糧食自給率目前是百分之八十七夠嗎 我們來看到為了要這個抗美 現在大陸也要提高所謂的糧食自給率 準備要來爭所謂的糧食權力嗎 他們其實這個問題在1996年就提出了糧食問題白皮書 2008年的時候呢再次也再次確認了 他們的糧食自給率應該要達到百分之九十五這個數字才夠 而中國設定的百分之九十五的自給率剛剛好就是能夠自給自足的一個安全標準 像是呢習近平他就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呢中國人的飯碗在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上 而這個飯碗裡頭主要裝的應該是中國糧 只是呢中國現在就是全世界可以說是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因此呢想要達成糧食完全自己的目標 其實呢中國要花的代價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們先來看到其實呢今年的生產作物預估 中國玉米可以生產2.26億噸 水稻可以生產2.09億噸 小麥可以生產1.25億噸 全部都創下史上新高 但是我們要關注的是背後的內幕 其實呢早在2012年的時候呢 大陸為了要補添農民已經花了1650億美元 較5年之前呢可以說直接翻了一倍 而中國政府為了要保障農民的生計 就得提供越來越多的資助 不然呢農民們不要付錢了 先來看到為什麼呢 因為呢中國農業現在面臨很多的夾擊 首先呢農產的勞動力成本其實呢是往上提升的 可是呢在國外很多便宜的農產品用機械來生產 很多呢農產品在海外 這個價格是暴跌的 也因此呢經濟學人就說了 中國想要持續的做出農業補貼的話 現在呢恐怕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他的哥哥金正哲 最近被日本媒體捕捉到金正哲在倫敦現身了 而且呢身旁還有一名女子陪伴 金正哲呢他在鏡頭當中外型是身穿皮夾克 戴著墨鏡以南韓偶像般的帥氣歐巴造型出現 而這也是呢金正哲他四年來第一次的露面 因此是備受注目 而大陸媒體更報導他在倫敦觀賞完音樂會之後 今天將會啟程前往莫斯科 好 鏡頭來到了日本 日本不只有女僕咖啡 而且呢現在日本當地要造福日本女性了 推出了猛男咖啡廳 這裡頭服務生全是穿著緊身背心的肌肉猛男 來這個菜單上頭呢還有幫你開罐頭 擠奶油的服務 甚至呢有360度圍繞客人旋轉的肌肉壁冬 也吸引了大批女性 在開店之前就已經大排場了 主題投資帶你來追蹤基金市場的最新投資表現 5月21號收盤的基金績效用油旺季來臨 因此呢油價本週也出現了反彈 讓能源基金以上漲0.76%增上了第一名的位置 而至於呢升級醫療基金 漲幅第二少漲0.39% 而印度基金繼續上漲 少漲0.34%緊追在後 而至於呢倒數前三名 第一名呢則是俄羅斯基金 下跌0.85% 而巴西跟拉美則是持續受到了原物料的拖累 分別跌0.75%和0.44% 好繼續帶您關心的是國內的太陽能鼓王 做太陽能導電將原材料的碩河 在日本311的地震之後 大約一年半之前危機入市 大膽的在日本的福島投資建置高達17百萬瓦的太陽能發電廠 而如今呢已經是看到開花結果了 他們在昨天舉行了并網還有雙轉的開幕典禮 而新任董事陳敬明表示 太陽能電廠具有高毛利跟長期穩定收益這兩大特點 也估計目前一天的發電量 就能夠為碩河帶來百萬元台幣的營收 而整年將會抑注碩河兩塊錢的1PS 而這座福島太陽能電廠 也是碩河已故前董事長陳紀仁 他生前最挂念的一個投資 有一家位在美國加州的公司 有一名前NASA太空人領導 最新研發出了輕巧的太空飛機 可以在4分鐘之內就進入太空 讓乘客體驗無重力的感覺 不過呢每一張機票的要價 大約是台幣300萬元 也預計從明年開始就能夠開始提供載客服務 在大汐止經貿園區的核心地帶 有一個全台首座的雲端複合式商辦大樓 由日本晴空塔和表餐道團隊所設計 以東京知名的複合商業建築為藍圖 裡頭不只有電信雲端的辦公機能 還有大型購物商場進駐 謝謝收看今天的彩定八點檔 我是張正華 我是李若杰 我們下週一晚上八點見